哈囉 大家好 我是HIN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ScrackBest 2 好不好 那最近基本上今天的凌晨的時候 應該說6月16日的凌晨的時候 已經有公佈我們這邊的YouTube手音 4隻全新角色了喔 那我們這邊基本上他這一次比較酷炫 是除了這4隻新角色以外呢 他也多加了非常非常多的造型 而且還有一個新的冰雪世界地圖環節喔 那裡面的話有蠻多就是那個 大家也不用緊張 就是新手可能沒有辦法到達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的話你好像只要解鎖就是那個 前面的這個15等的這個沙漠環節啊 你就可以開始體驗這個世界一周 然後在那個裡面的話基本上你會 打到就是類似我們這個皮納塔環節的 這個冰之紀念的東西 然後裡面會有這個冰雪寶箱 你是有機會取得我們這一次的 4隻的新角色 一個是我們的那個什麼啊 一個是我們的那個… 那你是會有機會取得我們這邊的4隻的新角色 一個是我們這個邪惡博士還是什麼博士 然後一個是我們傑西 還有這個冰雪法師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幻影刺客啦 所以接下來這個改版跟鮮花哲平是 非常非常期待的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新模式 跟這個新角色的這個環節 那這4隻角色你們最期待哪一隻呢 我應該是還滿期待那個… 壞博士的吧 因為壞博士他會召喚那個…大螃蟹 然後那個大螃蟹的話是可以去追打那個敵人的 我覺得還算是挺有趣的這樣子喔 然後後續的話我覺得就是… 這個破壞圖機會的話他應該會越來越好玩 他東西會越來越豐富啦 那個這次的改版的話 雖然還沒有很大的更洞 但是我已經看到他們端出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 啊…只日可待 只日可待 東西一定會越來越好玩 而且他裡面的話呢 目前來說就是大家最缺的東西就是金幣嘛 金幣還有我們一些東西嘛 那他這次的話基本上改版更新的話 好像還會增加那個就是… 科爾特的賞心任務喔 那賞心任務打完之後的話 我們又有更多的金幣可以拿了這樣子喔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滿可以期待這次的版本更新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這個造型環節 還有就是我們新角色的一些東西啦 就是角色越多的話 基本上這遊戲一定就會越來越豐富 因為你就有更多的組合搭配了嘛 雖然這個有很多東西都還是隨機的 就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就是爽爽拿這樣子 但是還是滿爽的這樣喔 就是你可以就是那個慢慢的去累積啦 那這邊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你們會比較喜歡就是那個… 你們會比較喜歡就是… 欸…拿到新角色還是拿到舊角色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我覺得拿到舊角色 其實也不會說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因為你拿到舊角色的話你其實是可以那個… 你其實是可以就是那個一直不斷的升級你這邊的這個角色的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角色升級的話算是… 還挺重要的喔 因為你只要升級的話你是可以做很多的這個事情 因為像我們一些提升能力啊或幹嘛之類的 都是滿需要就是我們角色高星的這個部分喔 那他這次的話基本上那個什麼啊 幻影的那個… 幻影的那個就是刺客的話 他基本上好像就是… 你如果沒有拿到的話 你也是可以用金幣去補足就是那個… 你沒辦法拿到的那個時間啦 因為可能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像哲平一樣一直乾一直乾一直乾 那他也有一些就是可以用這個金幣啊來購買的這個環節喔 我覺得算是頂佛的啦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是頂佛的 所以這個的話真的是期待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改版更新環節啦喔 真的是超期待 那現在來說的話大家最想拿到的角色會是哪一隻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傑西亞果然 他在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跟朋友討論 他一定是用砲塔的你知道嗎 結果果然他就是放砲塔的 然後這一次這些角色好像就是 你升級之後的話好像會有滿多一些就是那個… 額外的一些法術的這個環節啦 所以這些角色的話就會滿厲害的這樣感覺 反正現在其實我覺得整體的這個… 破壞突擊隊的這個角色的這個部分啦 就是還滿有趣的 就是因為你每一次能夠選到的這個角色是不一樣 所以你不會就是一定就是你拿到這隻角色 你就只能用這隻來扁 因為你會有更多的一些打法你知道嗎 就是不會讓你就是一隻牆角用到底這樣的感覺喔 他怎麼突然有滾木陷阱呢 太恐怖了吧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啦 冰雪世界的話是試玩一週 那一週之後他就會到達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地圖的最末尾 也就是海島的這個後面了嘛 所以一開始先把這個等級爬起來的話呢 應該就不用擔心就是後面玩不到這個東西了喔 好 念一下他的法術 哇 好像不行欸 打不死呀 那我們現在第二名 所以我們不用跟別人就是… 那麼的這個拚這樣子喔 沒問題 其實我現在最怕的就是啦 因為他越出越多角色嘛對不對 然後…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就是… 很幸運的拿到的話 那會很慘兮兮啦 因為其實現在我也還滿多一些角色都還沒有拿到 像我們那個坦克阿跟那個什麼 因為哲平現在是無課玩家阿 就是我沒有去花任何的這個錢的 不過如果接下來大家要拿一些造型的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造型應該還是會放在那種類似通行證裡面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去把握一下 造型如果接下來就是一些那個妹妹的這個造型很好看的話 我應該可能… 我應該就可能就不是無課玩家了各位 我可能就會去買一下 因為他的造型其實滿好看的 現在有看到的就是那個女巫嘛 還有那個梅維斯 而且像那個什麼阿 野蠻人他們那些造型也是帥到一個不行耶 對阿 真的很讓人家期待阿各位 喔 好險 最後沒有被打死 所以大家的話這一次改版更新的訊息跟影片的話 大家就可以從新聞那邊來看 那到時候就是正式改版出來的東西之後 我們也會拍影片跟在直播上面跟大家聊天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 你們覺得對這一次的新改版更新阿 你們有什麼一些想法喔 那他這邊這張圖的話應該不是幻影刺 可是應該是其他造型的這個部分的這個環節 而且他這個造型其實真的還算是挺好看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喔 趕快出阿 一刻都待不下去啦各位 好想要趕快拿到新角阿 你看我現在基本上還有六隻新角還沒有拿到耶 但比起我朋友好像已經蠻好的 而且我那個朋友基本上他是有花錢買那個通行證的 所以那個開寶箱的機率的話還是真的是蠻隨機的 所以不是說就是你就是買了一個通行證阿 你的那個就是會比較比我們五顆玩家拿到更多角色喔 我這邊有看到 所以你可能比起就是花錢買阿 你還是花更多時間在這上面刷寶石然後打東西 好像還是比較實在的各位 好不好這個是我覺得這個阿運氣還是有一點點就是 該怎麼說就是這個開箱的這個驚奇度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確實是蠻爽的啦 就是你確實就是你沒有花錢然後你拿到比那個 花錢的人更多的角色 這其實就是真的這遊戲的這個大安排阿 可是我覺得這種遊戲的話會比較爽一點點 就是你可以跟別人去賭這樣子喔 但是你買通行證那些的話就是保底會讓你拿到一些東西啦 所以也是不錯 而且他會給你很多的這個錢 那給你很多錢的話基本上就是變相的增加就是你開到東西的這個機率喔 所以這個花錢錢呢 也就是看大家有沒有想要玩的更快速一點點 因為我那個朋友阿 基本上他現在已經開始有點小偷懶啦 到時候他不玩的時候 再把他的帳號拿過來我自己玩 我早就已經做好準備了 我就跟他講說你那個帳號到時候放進給我喔 我知道你一定玩一玩你會開始累了什麼 我已經跟他預約好了各位 我早就知道他會這樣子嘛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你們是有買通行證了嗎 還是沒有買呢你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現在計程商後面買通行證應該會更不錯 因為好像都會有一些造型的這部分 像猛荒野亂鬥一樣啦 就是他會有那個 最後這個部分會有這個造型的這部分是蠻爽的 好來繼續用一下 美威士我們現在是一個那個經濟組合 經濟組合環節 然後大家如果是想要更快速的就是解我們那個什麼 解我們的那個法術任務的話 就是你只要看到法術阿 你就是狂丟猛丟就對了 你就是完全不要省 你就是瘋狂丟 你這樣就會加很多法術的那個就是猩猩 那就是那個偷吃步 所以遇到什麼 法術狂潮啦 或是剪道具環節阿 那個你就是狂丟猛丟法術就對了 丟給他爽好不好 然後路上就會一大堆這個 就會一大堆破擊砲喔 來啦母雞 然後現在來說就是那個什麼阿 接下來改版更新好像會有一個社群的這個活動 是這個喔 工夫的這個母雞裝 是免費的這個造型 不過這個免費造型的話 是需要大家就是一起去完成的 可能要按讚分享什麼東西吧 到時候可能再看一下 看一下究竟是要幹什麼東西這樣子 好 先來扁一下喔 這把的話 看起來還算是滿OK的 然後這邊給大家講一下就是 梅維式的小撇步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整一走到就是那個 六個這邊的這個什麼 六個這邊的這個 蘿蔔地的話呢 你是可以直接就是 把他六個留波蘿蔔的喔 所以那個位置要空得好啊 還有一點小細節啦 對其實這遊戲玩的時候 有一些小細節大概可以去 就是去知道一下 哎呀 危險了危險了 我們是不是有一隻母雞快掛了呀 各位 哇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補吸啊 完了真的沒有什麼補吸耶 喔 可是有這個 有這個潛潛了 哎呀 怎麼又變第五名啦 太慘了吧 那我們要隨時在中間點位了 因為這邊可能會噴東西 我們要撿喔 日再不撿很有可能就會爆開了 對 要撿x3 我們就守在這裡了 我就守在這邊一直打周邊的金怪 然後這邊有寶石我就撿 有寶石我就撿 這樣基本上保底我們的寶石會比別多 有妖KING 你看像那個皇室國王在這個地方 這個環節的時候就會蠻爽的 因為他只要開寶箱啊 他就會有這個 皇室兵種出來 這個是蠻OK的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我們那邊皇室護衛隊超級無敵多 有妖KING 唉唷 全部被我剪掉了 唉 靠 完了 完了完了 不要 2 1 喔 好險 差一點就沒啦 各位 好 那這一次改版更新的話 目前來說就是大家可能在新聞這個畫面沒有看到的角色 大概就是我們要點到影片進去才可以看到這個幻影刺客啦 雖然這讓哲民蠻驚奇的 因為我以前玩那個皇室戰爭的時候我也蠻喜歡用這個幻影刺客的 我到時候真的很期待這些角色就是 正式登版的時候他們的一些就是那個招式跟技能喔 那你們最喜歡哪一個角色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然後其不期待我們這邊的這個造型環節呢 也可以繼續分享留言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朋友 大家 掰掰啦